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这次分享的内容分成了三大块 首先我将介绍TOMCAT在快手内的部署模式 然后介绍我们在生产环境中调优的一些参数 最后介绍我们对TOMCAT代码的一些改造 首先来看TOMCAT的部署 我们经常听人讲TOMCAT是Server里的容器 还听说过它是GSP容器 还听说过它是Web服务器 那么TOMCAT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是TOMCAT既是Web服务器 也是Server里的容器 说它是Web服务器 是因为它可以直接响应HTP请求 返回静态页面 说它是Server里的容器 是因为它可以部署符合Server里的规范的应用程序 动态的响应请求 其实TOMCAT的核心还是一个Server里的容器 但是因为它对HTP协议的支持 极大简化了应用原型的开发和部署成本 因此也极大拓宽了TOMCAT的使用场景 TOMCAT主要有两种部署模式 一种是直接面向客户端提供HTP服务 比如提供静态页面或者动态页面等等 但是由于TOMCAT对一些静态资源的处理并不是很高效 所以也有一种比较常见的部署形式 是TOMCAT的只做动态响应 静态页面的处理交给更前面的Web服务器来做 当Web服务器识别到这是一次动态请求的时候 就会将请求转发给TOMCAT Web服务器和TOMCAT主要交互协议有两个 一个是HTP 一个是AJP 这个AJP协议是ApaC自己设计的 但是支持这个协议的Web服务器非常少 典型的只有ApaC的HTPD支持 所以大多数场景还是会使用HTP协议 这样Web服务器的选择就多了很多 在快手内部 TOMCAT主要用作Servalit的容器 后端开发同学会开发各种Servalit 并使用Spring的框架将应用部署至TOMCAT 动态的响应客户端的请求 快手的TOMCAT并不是对外直接提供服务的 它的前面会有一层Nginx用作反向代理 我们称之为接入层 TOMCAT自身支持很多连接协议 比如HTP1.1 HTPS HTP2等等 但是大部分后端业务开发同学 对这些协议的配置并不是十分了解 我们希望后端开发同学更专注于业务处理 而不是复杂的TOMCAT配置上面 因此我们将接入协议处理给提前了 交给了更专业的接入层SRE同学来做 接入层会对后端屏蔽客户端使用的具体协议 所有到后端的请求都使用了HTP1.1 这样各业务方可以更专注于自己领域内的知识 减少了出错的可能 并且也降低了运维的成本 具体到部署 我们都使用云上的容器部署 而且使用了单实例单应用部署 什么意思呢 单实例就是指我们的容器内只跑一个TOMCAT的实例 属于TOMCAT的同学可能知道 一个TOMCAT发行板是可以部署多个TOMCAT的实例的 每个实例是一个单独的JVM进程 每个实例只需要配置自己的Catalina Base就可以了 单应用部署是指TOMCAT 一个TOMCAT的实例只部署一个外部应用 支持多外部应用的场景对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而且虽然TOMCAT使用了Classloader实现了不同应用之间的隔离 但毕竟这些应用存在于同一个JVM内 还是有相互的影响 有稳定性的风险 因此我们一个实例只部署一个应用 讲完TOMCAT的部署 接下来重点看一下我们调优了哪些TOMCAT的配置参数 一个服务的调优其实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 可能是对底层硬件的调优 比如使用更强的运算资源 更多的CPU核等等 也可能是对操作系统的调优 还可能是JVM层的调优 比如调优制器参数 进行索优化 使用JVM新特性等等 也可能是TOMCAT容器的调优 比如设置各种连接数 线程池 超值参数 缓存等等 最后还可能是应用层的调优 比如深入到具体的业务逻辑中 发现业务逻辑代码存在的性能瓶颈 并做针对性的优化 这里面除了应用层调优 任何一项调优 都能优化整体的资源使用率 只是因为这些调优使用的手段 都相对比较通用 有普世性 但是由于调优偏底层 因此优化的空间不会太大 应用层的调优 是可能取得巨大的收益的 但是由于和特定业务相关 所以只能取得局部性的收益 由于我们这次分享 主要关注TOMCAT的部分的时间 所以其他层面的优化 就不展开降了 调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TOMCAT的几大组件 各大组件之间基本都是嵌套的关系 具体嵌套层级可以看中间这张图 除了engine在每个service里面 只能存在一个 serv元素只能存在一个以外 其他的组件都是可以嵌套多个的 简要介绍一下各个组件 serv是整个TOMCAT的根元素 只能存在一个代表了整个TOMCAT的容器 serv是可以包含多个service的 serv其实没有特别的含义 它只是内部的connector 还有engine的容器 connector的主要功能是接收连接请求 创建request response对象和请求端交互数据 然后分配线程提交给engine来处理请求 connector也是TOMCAT和优化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大部分的优化参数都位于connector里面 engine是请求处理的核心组件 每个service里面只能存在一个 所有的业务逻辑处理也都发生在该组件里面 然后host是engine的子容器 每个host代表engine的一个虚拟主机 然后是context 这个context代表了每一个web应用 最右边的是TOMCAT默认的配置文件清单 我把其中一些干涨项给删掉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将TOMCAT的调油分成了两大类 一部分是和连接 一部分是连接和线程池的调油 主要有连接器模式 线程和连接数 超时参数 Keepalive等等 还有一部分是性能调油 主要是StreamCache和JustGun 剩下一部分我归为了其他 放了一些我们使用的 但是没有必要展开讲的比较小的优化点 我们来看具体的参数的调油 首先是Connect和外界消息的处理模式 TOMCAT支持四种模式 分别是BIO APR NIO和NL2 其中的BIO是BlockingIO 也就是组组IO 每个客户端连接占用一个Worker线程 这些IO操作其实都是Blocking的 比如读请求的Head Body 写Response等等 性能比较差 TOMCAT的很多新API和特性都是NanBlocking的 BIO的存在其实导致维护这些新的API非常困难 因此TOMCAT在8.5版本里面将BIO代理到了后面要讲的NIO上面 而且在TOMCAT的9上面直接移除了BIO的实现 由于BIO的效率比较低下 所以我们没有在生长环境里面使用BIO APR的全称叫Apache Portable Runtime 它是使用Native Library提升一些处理性能 当TOMCAT有SSL请求处理需求 或者是本地静态文件获取需求的时候 APR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 但是APR的协议配置比较复杂 依赖的酷也是各个操作系统特有的 TOMCAT发行板里面并不存在 而且在快手内部 由于接触层屏蔽了外部的连接协议 接触层到后端的连接都是HTB1.1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使用场景 重点要介绍的是NIO和NIO2 两种模式都是非组组IO 其中的NIO2是基于JavaNIO2的 在快手内部我们使用的是NIO 为什么不使用听上去性能更强的NIO2呢 这是因为TOMCAT服务器的 我们TOMCAT服务运行的环境都是Linux Linux内核并没有完善的支持一部IO 因此JVM也没有使用原生的一部IO 只是在应用层使用了和NIO一样的一部IO的视线 通过一部IO来模拟一部IO 所以在Linux上面使用NIO2并不能带来性能提升 反而使用Java的NIO会更为简单高效 但是如果你的TOMCAT跑在了Windows 是可以考虑NIO2的 因为Windows从OS层实现了真正的一部IO 此外我们禁用了TOMCAT自带的一个Connector 它是使用AJP协议和外部交互 这个协议我们并没有使用到 接下来看线程和连接处的调用 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理解这部分基本能搞定TOMCAT一半的调用参数 初次接触这些参数 其实很难分清楚它们的作用 单独告诉大家这些参数在快手的具体配置 其实作用并不大 我们还是要理解这些参数的工作的原理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NIO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以NIO为例 简要介绍一下TOMCAT处理请求的基本流程 NIO Connector涉及到两个比较重要的组件 Accept和Pooler 请求到来的时候会有独立的Accept线程 不断从TCP的Accept对列中接受连接 然后将连接请求放入到一个连接对列里面 等待Pooler取走 Pooler也是独立的线程 会不断从连接对列里面获取连接 然后将请求包装成带有处理逻辑的Processor对象 提交到线程池进行处理 我在图中标注了各个配置生效的地方 从左到右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首先是Accept Account 这个是TCP全连接对列的长度 实际生效取决于TOMCAT配置和内核SoulMaxConnection两者里面的最小值 但是这个SoulMaxConnection在Linux内核的默认值是128 非常非常小 因此一些突增流量来到的时候 请求在TCP层直接基本就被Drop了 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ListenDrop 解决方式是同时调大内核的配置和TOMCAT的配置 我们在实际生产环境使用的AcceptCounter在5000左右 内核的SoulMaxConnection配置也在5000左右 然后来看MaxConnections 当TOMCAT任意时刻处理的连接数达到MaxConnection的时候 Acceptor就会停止从TCP全连接对列中获取连接 这个时候TCP层还是可以接收新的连接请求的 不过所有的请求都在TCP全连接中的列里面排队了 这个时候可以接收的最大连接是MaxConnection加AcceptCounter 这个MaxConnection的值一般是要远大于处理线乘数的 这得益于NIO的处理模型 可以同时处理大量的连接 在快手我们将这个值设置成了10万 接下来看AcceptorThreatCount 在快手内部我们将AcceptorThreatCount设置成了两个 可以增加接收连接的处理速度 最后是最大线乘数 我们设置成了2000个 这种设置可以更好应对突发的流量 接下来看超时参数 超时相关的参数主要关注三个 首先是ConnectionCount 这个配置值是指当我们接收一个连接之后 直到第一个数据过来 或者是在两个数据接收之间最长等待多久 两次接收数据之间最长等待多久 默认值是20秒 这个值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在快手设置成了5秒 需要了解的是 Tomcat很多超时参数如果不设置的话 用的都是ConnectionTimeout的值 比如KeepaliveTimeout Socket.SoulTimeout 还有下面要讲的ConnectionUploadTimeout等等 然后是UploadTimeout相关配置 Tomcat对数据上传这种上传数据量比较大的场景 做了一些特殊的优化 因为上传可能在传输层被切分成非常多个小的包 加上传输的数据量非常大 用户所处的网络不稳定 完成整个任务可能会比普通的API请求更耗时 我们对日上传 还有一些视频上传等服务 调整了ConnectionUploadTimeout算数 将其设置成了20秒 不设置的话会默认使用和上面ConnectionTimeout一样的值 也就是5秒 修改这个值的时候 需要同时修改下面这个DisableUploadTimeout参数 它需要设置为处 否则这个ConnectionUploadTimeout是不生效的 然后是Keepalive参数 Keepalive和MaxKeepaliveRequest 都是针对TCP连接的长连接的设置 我们的服务器和上游的接触层服务 会进行TCP的连接服用 也就是当一个TCP连接处理完一次HDP请求后 可以不断开这个连接 继续处理后面的请求 这样可以减少TCP的握手和挥手次数 减少请求的耗时 Keepalive的Timeout 我们设置是秒级的 MaxKeepaliveRequest 我们设置是5000左右 不同的极限配置 稍有差别 关于这两个配置 有一个指导原则 那就是配置的值 要小于NGX同配置的值 举个例子 如果NGX对TomCat配置的 KeepaliveTimeout是5秒 那么TomCat的KeepaliveTimeout 就可以是4秒 而不能是6秒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NGX作为客户端和后端的接入层 对客户端保持长连接 对后端TomCat也保持长连接 由于请求的方向是从客户端到NGX再到TomCat 因此如果TomCat的Keepalive配置小于NGX的配置 会导致NGX认为当前连接还是可以接收请求的 但是实际上TomCat可能要关闭当前连接了 因此如果NGX再往这条连接上发送的请求 很有可能会被后端拒绝掉 表现就是NGX的502错误码 接入层会认为后端服务存在异常 关于这个指导原则 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 我们都知道四次挥手 不是有等待被动关闭的一方 继续发送数据的close weight状态吗 被动一方在没有发送finish之前 一直是可以发送数据的 如果我们把这次请求处理完之后再发finish 这样不会造成这次请求被reset 但是实际的使用场景 我们从Drabble看 TomCat直接就给了一个connection reset 一点传额外数据的机会都不给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如果看过Socket提供的API接口 就会发现它提供了两个 和关闭有关的接口 一个是close 一个是shutdown close的意思是关闭连接 并且也不接受另一方来的数据 shutdown是可以部分的关闭连接 也就是连接处于半关闭的状态 另一方可以继续发送数据 我们熟悉的四次挥手 其实属于shutdown 但是现实当中非常多的使用场景 实现的场景都是使用的close 如果我们用tcpdump和Drabble也能证明 我们往一个close的socket上面发数据 就是会收到connection reset 如果往shutdown上面发动的数据 就是没有问题的 直到发送finish的时候 连接才真正的端开 线程尺部分 tumpcat的线程尺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connect组件内置的线程尺 一种是execute的线程尺 这两个的主要区别是 connect内置的线程尺是connect独享的 而execute是可以在多个connect中共享的 另外execute也比内置的线程尺多了一些配置 我们遇到的场景是经常在jstack的时候 发现很多个线程大概签这个级别 处于parking的状态 等待获取任务 但是实际工作的线程只有几十个 线程尺升上去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存在一些突增流量 而且可能将实际的处理线程拉上去 但是如果线程没有什么任务 理论上过一段时间是会被回收的 而且GDK的线程尺其实内置的非公平锁 新任务到来会复用之前的线程 面对这个现象我们当时非常费解 后来查了一下代码 才彻底搞清楚 tomcat的线程尺是在GDK的线程尺上面 做了一些改造 GDK的线程在核心线程占用满的时候 会先将任务塞进对列 对列也满了之后 才会创建更多的线程进行处理 但是tomcat的线程 在核心线程满的时候 是先创建线程 线程满了才加入到对列 这种方式有更大的可能创建线程 但是却提升了想用的时间 因此任务也不会排队进行处理 说的有问题 这个是线程满了之后加入到对列 是可以降低想用的时间了 因为有更多的线程来处理任务 但是即使这样任务闲下来也不应该回收线程 也应该回收线程 毕竟线程内部的锁是非公平的 这里其实我们是对我们对非公平锁的一些误解 非公平锁并不保证非公平 大多数的场景非公平锁还是公平的锁 获取锁的任务是等待到一个对列里面的 只有少数场景会出现现成场抢占的情况 这点不深入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圆码 理解了这点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调优了 既然线程大部分场景都是公平的 那么其实线程是否会回收 取决于它在回收周期内是否服务超过一个请求 如果超过一个则线程不会被回收 举个例子 有个max idle time是控制线程的回收间隔的 默认是60秒 如果已经创建了1000个线程 那么回收周期内可能处理60乘以1000 也就是6万个请求 如果你的服务在一分钟内收到了12万个请求 那么就相当于每个县程回收时间内会处理两个请求 基本就不会空闲了 所以是不太可能会被回收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服务的实际情况 将max idle time设置成比实际请求 除以预期县程数稍微大一点的值 这样当流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时候 空闲线程就可以回收了 另外是max idle time这个参数只存在于execute的组件中 默认的线程值不生效 所以如果想让tomcat的线程数降下来 需要使用execute 至于线程数对服务的影响 其实不太好评估 有几个确定的简是 服务内存占用会变大 gc压力会变大 这是因为样gc的时候需要查找gcroot 而线程就是gcroot之一 gcpu的影响和不考虑gc的场景 其实大多数线程处于parking状态 可能并不太消耗cpu 但是具体是否有影响 大家可以改参数实际测试一下 讲完连接和线程值调优 我们接下来来看tomcat的性能调优的部分 这里我主要讲两个 一个是streen catch 一个是扎丝干 先来看streen catch streen catch是tomcat为了缓解gbmgc压力做的一个优化 概括来说就是tomcat在实际请求 提前训练了EP数据 在后续请求到来的时候 需要解析query和表单里面的keyvalue对的时候 直接在catch里面查找bytes对应的streen 减少内存分配 tomcat这种减少gc压力的操作 在代码里面随处可见 后面也会讲到 但是这个实现比较粗暴 它将key和value放到了一个catch里面 key还可以接受 因为大部分业务的key都是客户端公餐或者接口特定的参数 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但是value的值域非常大 默认的size是200 按照keyvalue对成对出现的场景 命中率也就在一半左右 为了验证猜想 我们去看了相关的metric 这个metric是tomcat通过jmax暴露出来的 但是它的技术都是int的 在我们的使用场景 数据基本过几个小时就溢出了 命中率不太准 stremecatch这个功能 我看一些帖子里面 作者说它是有实验性质的 所以并不一定对性能有多大提升 如果作者能区分处理key cache的部分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如果大家想对这里调优的话 其实有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改造代码 只处理key cache 第二种调优的方式是直接关闭 第三个是调小size 提升训练预指 这个可能是反直觉的 这种cache的性能优化 不应该是调大size吗 其实如果我们dump数据看一下 里面的数据 里面用到的数据 有很多是没用的 大多数是did uid之类的数据 减少size 可以保留出现频次更高的key部分 从而减少插照次数 提升命中率 值得注意是 这个实际的默认指和官网的configuration 上面宣传的不一样 这可能是个疏忽 我猜是tomcat的官方说的默认值是参照代码说的 但是实际上配置文件的默认值却是出的 还有一个调优是serverlet扫描调优 serverlet 3.0为了提高可插把性 引入了一些注解 比如web filter web servlet web listen等等 还有一个叫SCI 就是serverlet container initializer serverlet容器需要扫描 lipped下面所有的诈包 读取诈包里面的class文件 获取注解信息 加载对应的serverlet 扫描 扫描逻辑是默认开启的 即使没有用到上面的特性 也会承受相应的性能损失 在快手内广泛是用pb存在大量的诈包 另外项目之间存在一些依赖实现的case 会引入大量的诈包和类 扫描一次的代价非常昂贵 可观测的性能损失大概有100秒左右 Spring Boot Embeded Tomcat默认是关闭了这些扫描的 性能不会受到影响 Tomcat 8默认开启了这些扫描 并且是串行的耗时是比较大的 Tomcat 9提供了并行扫描的开关 Tomcat 8提供了开关机制可以将这个特性关闭的 需要在web.xml里面配置metadata complete为true和absolute ordering 就可以获得启动速度提升 将metadata complete设置为true Tomcat就不处理注解形式的servit和filter 但是只设置这个参数还不够 SCI例上面有handler types注解还是有可能触发类的扫描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配置absolute ordering来解决 这个参数本身是用于处理扫描的顺序的 但是同时它也限定了扫描的白名单 将其制工就不会加载相应的SCI组件 也不会触发handler types的处理逻辑 Tomcat的条约最后一部分是一些小的条约点 我统一归为了其他 这里来看 第一个是进用enable lookups 这个参数是当调用request.getremotehost的时候 会执行DNS查询 返回远程host的名字 这个一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们只用IP就够了 这个参数默认是开启的 对服务响应耗时有较大影响 因此我们关闭了 第二个是进用host的组件下面的autodeploy 这个默认也是处的 因为我们的部署模式是单实力单应用部署 而且指定了context 而当engin的appbase和dougbase都存在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二次部署的情况 这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其中一个涉及到autodeploy 因此我们直接关闭了这个选项 杜绝了二次部署 第三个是processed cache 注意这个并不是另一个socket点processed cache 这个参数和之前的sering cache是类似的 我也说过tomcat里面存在大量这样的cache 可以减少一些对象的分配 减少这些压力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cache比较小 默认只有200个和最大线程数不匹配 当线程数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会频繁地进行这个processed cache的创建 而且这个cache创建会注册到JVM的mbin server上面 比较耗时 如果再碰上gc 就会出现很多个线程卡在这里的情况 因此我们将这个值设置成了-1 这样这个值会和最大线程数匹配 减少了请求的耗时 接下来来看我们对tomcat代码进行一些改造 其实tomcat的实现考虑了很多优化的地方 可选的配置也非常多 因此我们的改造是比较少的 这里面主要只介绍一个 先说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 是我们的服务启动耗时非常长 有几百秒 其中一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了查找类这个操作上 这和我们的部署模型有关 我们的很多服务是在 适用了一个大的产品印象进行部署的 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诈包 但是很多服务可能根本用不到 这虽然方便了服务部署 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类查找非常的慢 碰到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可以减少应用部署所应用到的诈包的个数 所以我们积极推进代码拆分 碰到推进子部门的服务使用 独立的镜像部署 但是在达到理想状态的过程当中 还是存在相当长的过渡期 这期间服务部署依旧需要依旧依赖全量的诈包 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加速类的查找呢 最先想的就是为类和所在的诈包建立一个索引 这个也是Java里面已经存在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JarIndex JarIndex在Java1.3引入的 技术提出的背景是为了解决网络应用的类加载 尤其是Applets 早期的Applets加载应用用的是线性查找算法 按照Manifest文件里面配置的参数 挨个去网络上下载扎包 直到类找到为止 如果尝试加载一个不存在的类 会把所有依赖的诈包都下载下来 这对于一些大型的网络应用启动会非常非常慢 响应时间也比较长 同时也浪费了带宽 于是就衍生出了JarIndex这种技术 JarIndex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将每个诈包的名字和里面包含的package信息 记录在了一个索引文件 叫index.list中 并放置在某个诈包里面 这个诈包被称为root诈 插着类的时候 可以通过所有文件快速的定位需要插的诈包 极大减少了无效包的扫描 JarIndex是在Java 1.3引入的 是一项比较古老的技术 应用的人也不多 但是对于加包量非常大的场景 是可以获取明显收益的 然而JDK的实现有bug 这个bug很早就被人提出了 但是Oracle的回应是 这个可能存在一些conocase 并不是太重视 就没有处理这个bug 我看了一下改造确实比较麻烦一些 设计改一些基础的接口 bug的具体内容是 URL classloader在获取全量资源方法 get resources的时候 当使用JarIndex的场景 会导致只返回一部分数据 和接口的定义不匹配 因此JarIndex需要 此外这个JarIndex需要优先加载root价 否则可能导致这个优化有一些折扣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改造了Tomcat的classloader 我们自己实现了一个classloader 这个classloader优先加载root价 避免中途加载root价造成的性能损失 并将Tomcat的classloader 改为了我们实现的版本 对于JDK get resources bug 我们又在内部创建了一个classloader 专门供Spring扫包使用 对于这个内部的classloader 我们没有使用JarIndex技术 是在指定加载的诈包的时候 跳过了root价的引入 从而规避了JDK的bug 也就是我们创建了两个classloader 使用后我们的Tomcat的启动时间 下降了50秒左右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最后总结一下 本次我主要介绍了三个方面 一个是Tomcat在快速内的部署模式 主要是单实力单应用容器部署 然后介绍一下Tomcat的调优参数 主要是有三方面 一个是Tomcat的整体架构 还有一个是 首先介绍了Tomcat的整体架构 然后介绍了线程池和连接的调优 最后介绍了一些性能调优 然后是Tomcat的代码的改造 主要介绍了classloader的改造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有问题欢迎大家随时交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